每日夜的忙 忘记万个世界 大行不想如此独裁 银行在江西 年薪将金币 不期了蒙古厌决 买一生贵州一夸 最近几天 有个所谓的国际大牌 D&G 又叫杜嘉班纳 不信邪 非要用祖华的方式做营销 这事激起了中国人 乃至全球华人的极大愤慨 人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 展开抵制杜嘉班纳的行动 小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抵制杜嘉班纳 就在昨天晚上 我把电脑键盘上面 D&G 两字母全都抠掉了 以此来抵制D&G 当然了 这只是个笑话 下面呢 我就用说唱的形式 给那帮祖华的文盟 普及一下中国的筷子文化 您听好了 中国孩子有成对成双 七寸六分 标准长 带着七情和六欲 一根树引一根羊 一头远来一头放 于一天缘和地方 学生沾水能写字 老汉用它能挠痒 终于用它变学位 又能挂下去独作保养 亲朋好友来聚会 一双双筷子放桌上 不能用筷子来指人 不能小几番万象 不能插在半中间 不能插在万中央筷子的文化三千年 华夏的文明远远 河流后 长脑位 这个两根筷子 这二 这为对挂 这也有讲究 前坎根镇 逊黎坤对着对 这两根筷子 这长个 帷幕 逊挂 两根筷子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这怎么拿着 这为一阴一阳 这也分阴阳 两根 这为太极 拇指在上 无名指 小指在下 中指在这 这为天地人三才之相 吃饭不是这么简单